邹先生在宁波慈溪湖心半岛小区有一套房子 127平方 总加200多万 去年10月开始装修 装修合同我们签的是半包合同 那就是16万 但前前后后包括那种地板这种材料 已经花了四五十万了 还剩逆子油漆和全屋定制的柜子 已经基本收尾了 邹先生说 11月15号 装修工人发现有水从楼上渗下来 屋里出现了多个渗漏点 大概有三处左右 分布在整个房子的不同角落 包括主卧的入户口 然后还有书房的顶部 还有厨房和客厅连接的地方 楼上它已经整个水都已经漫起来了 它从哪里漏出来都不奇怪 物业的疏通工人 他们试图疏通 他们冲的水就顺着我的下水管道地漏 就整个都漫出来 漫到我整个房间地板上全是水 当时就是上面也在漏 下面水也在喷出来 邹先生说 家里的吊顶 墙面地板房门都受到了影响 他还担心空调的情况 我反正是一楼 它是二楼 物业就跟我说 它是二楼主管道受损 然后物水就全部进没了它的二楼 然后就生下来了 粗略地算了一下 可能就毛三十万左右 因为我的主张肯定是空调地板 这些你肯定都要给我还掉 毕竟我是新房子 然后他们现在物业就可能出具的保险的理赔 但可能就是只有六万七 在这份保险公司的核损清单中 列举了石膏板人工材料等室内装修项目 石木门室内地板材料与人工项目以及空调 暴损项目总金额34万多 共15个项目 其中13项对应的损失程度 从15%到30%不等 备注以来对损失程度进行了说明 邹先生并不认可 门可能它主体结构没有受损 那它可能就赔个折损费 那我觉得是合理的 但是地板这种东西 你一旦进水了之后 我肯定是要所有地板都换掉的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 包括石膏板这方面 你不可能说我坏掉地方 我单独的扣一小块出来给它换掉 我肯定我的需求肯定是要都换掉的 我也就是说保险公司给多少 他们就给多少 既然保险公司不能满足我的需求 那肯定是物业满足我的需求了 小区中海物业的项目经理 记下了记者的联系方式 表示公司会进行回复 后来中海物业方面 发来一份反水处理情况说明 大意是 排水管道因楼东业主装修碎渣 掉入导致堵塞 反水到二楼空置房 渗漏到一楼住户 物业维修人员确定反水原因后 对堵塞管道进行了疏通 物业管理处通知保险公司 对一楼进行了定损 业主对定损赔付金额不满 多次沟通后 对赔付金额无法达成一致 物业方面认为 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是合理的选择 邹先生表示 会考虑走法律途径 1818黄剑记者慈禧报道